我覺得朱鳳梨還講的客氣 這根本就是兩國論 應該叫兩國論復必 這應該不是叫私貨 其實沒有新意 了無新意 你跟李登輝的兩國論 延伸到現在 蔡英文是他的徒子徒孫 再接下來你的邱泰山 請問有什麼兩樣 就是一脈相承 所以你在民進黨的主論述裡面 台獨不像台獨 那你要假兩國論 又不像兩國論 所以蔡英文就是一個拼裝車 我剛剛在試一下 已經跟老師有聊過 蔡英文現在的 對兩岸的政策 還有他自己心裡面的台獨走向 我不認為他只是私貨而已 他根本就只是東施孝平 你從邱泰山的論述就知道 他跟兩國論有什麼兩樣 你所有的為了兩岸 互相承認主權 跟李登輝的一邊 大家都是互相 跟一邊一國 還有去年國慶的時候 然後蔡英文總統的國慶談話 遇到了互不隸屬 對 一樣嘛 一樣 就毫無新意 從李登輝 互相 有自己的治權 然後一直到現在 然後一直到蔡英文的 互不隸屬 到邱泰山的 互相承認主權 一樣 沒有任何新的 所以你要國台辦說什麼 如果今天他有再衝撞 我覺得那我禁邱泰山是一個英雄 可是他完全沒有任何衝撞的可能 你在獨派的看起來 你這個東西在騙我們的嘛 對不對 我們站在各個不同的角度 如果以獨派的眼光 你會覺得獨派聽起來 哇 好爽啊 我們有主權了 不是嘛 你還是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 來論述這件事情 所以獨派 你也得不到關愛的眼神 我講獨派各位好朋友沒錯吧 真正要獨派 就是以台灣為名 沒有什麼互相承認主權 那邱泰山想要在這場選舉裡面 各自都分到他們各方的票 因為蔡英文每次只要到選舉 就很怕獨派 所以一定要講一些獨派高興的話 你要記得上一次不是 他挑戰連任的時候 第一個就被賴清德 然後四大獨派大佬 報紙給他看出去 受重傷啊 他怕不怕 年底選舉又要到了 他又要趕快跟獨派的大佬們摸摸頭 說哎呀 你看我站在你們的立場 我現在還要跟那邊叫 我們是有主權的國家 可是只是插邊球而已 跟憲法又抵觸 是啊 你沒有辦法在議題設定上 對獨派有一個慘媚 憲媚 你想要在論述上激怒國台辦 好 獨派我講完了 他想要激怒國台辦 可是國台辦 對國台辦來講 你從李登輝到現在二三十年前 你有什麼兩樣 只要真正你要做兩樣論述的 一看這個就知道 不都一樣 同一台拼裝車 我換一個輪胎 換一個車頭燈 那你告訴我說現在是新的車 來 要不要來 我們來比一下 國台辦說我幹嘛跟你比 這已經以前都講過了 所以這樣子的論述毫無新意 因為剛好看到王勇阿斯 他說選舉完就沒事了啦 對啊 這個話就是在做選舉操作嘛 想要獨派哪一點 台派哪一點 然後國民黨排擠一點 然後呢 再從中間獲得選舉利益 邱泰山的如意算盤 對人家看起來只不過是 小孩子的遊戲而已 主權兩個字 會不會影響到未來 整個台灣跟大陸的關係 不只是這個 你從俄乌戰回來看你就知道了 俄國真正打烏克蘭的 原因是因為主權嗎 不是耶 他從來沒有因為主權 然後去跟烏克蘭計較過什麼 從克里米亞到頓巴士地區 這兩個獨立省份 他沒有跟主權那跟你吵 而且烏克蘭獨立 烏克蘭就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 他沒有在吵這個 今天吵的主要是他在意的東西 你也沒有刻意違反 所以彩虹線我覺得就是了無新意 沒有什麼彩不彩虹線 因為當時俄羅斯要打烏克蘭 就是叫做北約路線對不對 結果你真的北約給我路線 反過來今天同樣的論述 中國大陸在乎的是什麼 你台獨也沒有路線 如果你站在這個制高點 你來看邱大山今天的論述 難怪人家會說你這是假的 這是私貨拼裝車 所以你每次跟著兩岸的操作 跟著美國的議題 一聲一說都一直跟著別人 拜登特使團一來 告訴你說未來我將會在 聯中抗二裡面會有一些動作 果然演變到現在 你不覺得很像嗎 現在美國開始要跟中國釋出一點善意 所以呢做個會談 善意完之後我再打他一巴掌 看起來又不像打一巴掌 重重的拿起來 然後說摸一下 我好像要真的在制裁你 第二波要下去 問題是有嗎 他也不過是為了自己的外匯嘛 跟中國的債權 那你殖利率一高 美國就解啦 所以金融體系一解 拜登在其中選舉就解了 他根本沒有要真的要挑戰中國 他現在要做的 只是告訴中國 拜託先把俄羅斯事情解決 這是解決嗎 沒有他要把中國拖下水 所以你看邱大山 在跟著美國的十幾點議題 有沒有跟亦步亦驅 像一個狗一樣 一直跟著主人後面 咬著尾巴 你做什麼我知道了 你做什麼我知道了 我們的兩岸論述 到現在還是跟著美國在走而已 我們沒有 完全沒有自己的立場可言 所以你不覺得 這種東斯笑評的手段大可不必 你要放出來 只是讓我們大家笑而已啊 你沒有任何一個挑戰 跟衝撞心意 浪費我們的版面 整個喔 我連蕭旭成大 那個老師啦 這些人還要出來回應 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覺得太多了啦 我真的希望趕快阻止馬總統 你真的不要出來 因為這個叫做垃圾言論 你如果還要在垃圾裡面聞一聞說 這是垃圾 真的啦 馬總統你有失高度 這種沒有任何的心意的東西喔 交給我這種卡銷就好了 這不用勞煩 連老師也都不用 這個我講兩句酸兩句就好了 這種論述老師 你剛好剩什麼卡啊 那個不用啦 真的 笑一笑就罷了 只不過想選舉而已 而且挑的時機點是在三月份 對不對 還有燒的空間 你看他有沒有燒得起來 如果今天隨便丟到池子裡面 我們把它看一下喔沒事走了 我跟你講一點連衣都不會有 但是他就想 可是問題是有沒有可能 他期待的第一個就是國台辦的反應 對 沒錯吧 是 他丟出這樣子多希望國台辦 有一個比較衝撞型的反應 蛤什麼叫兩岸地屬主權 你在這樣子我跟你講會打你喔 為什麼什麼什麼 問題是怎樣 他沒有也是罵一些老 直接老調重談 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沒 就罵我們這個謀讀挑釁 就只有到講而已 也沒說要幹嘛 一個陸委會主委 拿這麼大的版面 拿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然後做一個讓人家 啊 噗咿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啦 這也證明了蔡總統 他整個所有的兩岸 外交 國防 軍事 全部亂七八糟 總統府四大職權 軍事不用講最近那麼多事 這我們都可以再談 外交亂七八糟 現在連兩岸都派出這種卡銷啊 丟出這種爛議題 我真的覺得喔 蔡總統到底還剩下什麼 可以值得我們論述跟撐道 哪一個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嗎 甚至你可以用俄烏戰 然後用北約來論述我們未來 軍事加兩岸的一個新議題 你這樣只是在兩岸上面丟一個這種 連垃圾都不足的東西 然後要我們去給你撐道 然後大家嚇著一身冷汗 真的啦 沒有那麼厲害好不好 我們沒有這麼的害怕 聽一聽喔 就算了 我們垃圾桶裡面的東西 再把蓋子蓋起來 不要湊就好了 推薦大家這一台旺旺的水神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三分鐘喔 它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電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裡買呢 上快點購的網站就可以買到了